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華航的訂購 華航至少不是廉價航空了 那當然各位可以查看華航或長榮等等的 也是一樣你搜尋到華航之後 也不要看到第一個有點 因為你可以看網址Skyscanner 這是那個比較網站 然後呢這裡的Google Google他也提供航班的查詢 就有點類似Skyscanner的角色 但是我想直接到官網 我們就直接到官網中華航空公司的官網上去 然後呢其實有時候在訂票 用手機不一定好訂 等一下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來這邊他有說6月7號 即日起到6月7號有夏季線上旅站 然後呢那個有比較低的價格的 有興趣各位可以去查 然後呢城市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找一下從台北出發 然後呢也是一樣目的地 假設呢來我想我找新加坡好了 直接打新 新加坡看到了 好這裡 好然後呢假設 我今天我假設好 我就可以那個什麼 來找7月的好了 假設7月8號 到什麼時候呢 來可以點日期 這裡點日期 就直接到假設7月16號好了 好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按搜尋航班 OK 好搜尋航班 他就等一下子 好接下來呢 你看 這時候好假設繼續閱讀 好 這沒關係 反正就是 對不起 我就往下了 好 這邊也是一樣 你放直的話 只看到3個 那你放橫的 好 這樣子 就可以看了 一次看的比較多 新加坡 4957 其實我跟各位講 上次 就是吼 我那個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找新加坡的 那個 連駕航空 是不是他 加起來也是800多塊吧 有沒有 那個 用SkyScaner找 800多塊 那像這裡 你看 8000多塊 我講說 我講800 Sorry 對不起 8000多塊 好 然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4957 我剛才說8000多塊 那是沒有包含行李的 我剛才各位可以看到 行李就是1000多塊左右 那去也是一樣 回來也是一樣 其實會到1萬多 那這個 你們看到他幾乎每天的價格是一樣的 嘿 因為華航他比較不會因為這樣波動 所以來 7月 我就選 假設就選這個 然後這邊有經濟艙 好 商務艙 你要選哪一個 好 假設呢 我就選經濟艙就好了 他們怎麼沒有可以選到 所以有時候 看紙的 還有什麼 特別要寫的 好 你看值得又呈現不一樣了 好 最低評價 4957的 好 反正就選 選了之後 然後 欸 為什麼有4957 又有6498 因為 他經濟艙還是有分 哪邊的座位 哪邊的座位 好 我就選經濟艙優惠就好了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回程 這裡還是去程的 好 來 下一步 然後再到回程 回程呢 來 新加坡到台北 也一樣 這樣子看比較少 再放橫的 好 又可以看 你看他回程價格也都是一樣 所以沒差了 好 這時候 後面你看 我就說 就看不到東西在轉直的 好 所以 好 這 你看 他就有分兩個時段 10點 25分的 還是你要做1點25分的 回到台灣是6點 20 OK 好 假設我想要 早去挽回 我就選這個 好 也一樣 我就假設經濟艙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 這裡 10546 還有沒有加稅呢 其實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 就是1萬出頭而已 就沒有再加稅了 好 下一步 好 這時候 你看 我也閱讀 這邊打勾勾 然後呢 也是最好是用 這個 華夏會員 為什麼 會積 好像我記得會積里程 對對對 好 所以 可以的話 也把登錄進去 然後 那個 登錄以後 我先用訪客身份繼續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就開始要打資訊了 有沒有 就是跟你護照相關的資訊 然後 什麼聯絡方式啊 這些 好 然後接下來就下一步 所以 來 我們先看一下 這邊有個驚嘆號 這不是驚嘆 I啦 你看 所有的旅客的來回行程價格 包含稅金 和服務費 所以就沒有在外加稅金了 所以 你看 這裡 才 一萬零 五百四十六 是有含 那個 托運行李 還有機上吃的 還有 有可能還可以看電影 對不對 但是呢 連假航空吃機上沒有電影 可以讓你看 然後呢 那個 那時候是不包含餐食 不能選位 然後 那個 不能托運行李 這個選位也是一樣哦 華航到最後 到某一頁之後 他就可以讓你選位置 你當然想要做哪個位置 他會有幾個區間 可以讓你選 OK 選不用 華航就不用了 華航他的選位 不用加錢 OK 沒有沒有 除非你要選特別的位置 像比如說 有時候你要特別選 的時候 我要坐在最前面 第一排 就是那個什麼 有時候就是 因為第一排的 你的腳可以伸得比較長 OK 你要到 一定說要到 他不一定是給你到 可是你說一定要到 他就要加錢 什麼叫一定要到 就是 走到 不會啊 這個這裡 不會 所以我 我最喜歡選 靠窗 我就可以一直看外面 所以我那個華航 我們去新加坡那一次 我就選靠窗 所以都沒有再額外加價錢 就是 非廉價航空的選位不用錢 所以你越早訂的位置 位置有多更多讓你選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太晚訂了 太晚去搶 那個位置就很少 可以 你就常常要坐在人家的中間 又不是靠走道 又不是靠 靠那個窗戶 所以這部分 這個各位都可以 先有機會去看一下 廉價航空 所以你看 新加坡這個航線來講 我就覺得華航 就其實比廉價航空來的划算 但是 如果各位有興趣看那個福岡的 那個福岡的來回就超過一萬多塊了 如果用華航 來回是一萬多塊 OK 那事實上感覺 這時候剛才選的那個 那個虎航看的廉價航空 如果八千多塊也算貴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 上次做過那個威航 這樣子來回有三千五 三千五了 我現在都設定目標 那個如果 如果機票到福岡來回 五千塊之內 我可以接受 OK 超過五千塊 就覺得不要了 OK 而且我也跟各位講一則訊息 各位知道嗎 那個往日本的 那個有一個廉價航空叫做香草航空 香草航空到年底 要跟樂陶航空合併了 結果你知道嗎 我三月多 好像是三月多還是四月多 一看到那個資訊 我就趕快去問我太太說 有沒有哪個非假日 可以出去的 我們就大概六月 找個非假日吧 她說 她後來說 因為她也在大學裡面扔膠 她沒辦法隨便跑 我就想說 其實心裡癢癢的 還是自己去查一下 一個人的機票 真的 真的也就是到福岡 就是三千多塊 所以我好像說好想訂喔 可是這樣只有我一個人出去 不太好 OK 所以有些資訊 各位一知道的時候 你可以的話趕快訂 你可以訂到很便宜的機票 然後我就說真的福岡 單程才兩個多小時 真的 就上機 就睡個覺 睡起來 就到了 不用吃什麼東西 頂多就是再多買個拖運行李 差不多一千塊左右 那這樣子其實等於說 你可以去在日本住 把那個省下來的錢 在日本住好的地方 或是去吃好的東西 OK 所以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各位可以去斟酌 OK 來這個是這個 非廉價航空的介面 大致也都長得雷同 所以各位在訂機票上面 可以去想選擇 那之後如果訂好機票 接下來就是下週 我們還會再介紹的 接下來就是要訂房間了 然後甚至還有其他的 假設要不要租車 怎麼租 等等的 所以來我們下週再跟各位介紹